Hello大家好,我是基层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油画棒小课堂 今天基层老师领了大家一起来画月亮 实际上今天的核心的重点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用的油画棒 今天的油画棒是高尔勒的一款新品 物体油彩 这款油画棒大家也看到了像一块大橡皮一样 应该也从其他的渠道感受到了 那么基层老师作为第一个使用这款油画棒的一个测评的老师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油画棒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具体的元素视频 基层老师已经上传到各个网站了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查看公开课 这里我开始解说我的具体的绘画的视频 首先我先铺了个黑色 黑色铺完铺蓝绿色 蓝绿色铺完铺天青色 天青色铺完铺灰色 然后就是把原因的这种层次关系稍微去做一下就好了 这款油画棒实际上可以叠个三次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因为油画棒实在是太大支了 所以在铺色的时候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爽的感觉 化完了天空之后 咱适当的可以给月亮加一点黄色 这个黄的是个柠檬黄 你一定要趁早稍微加一点 不然后面你再去加这个颜色的时候 就会因为这个黑色弄的特别特别的脏 黄色加完之后周围你就是开始画黑色吧 呼呼呼呼呼 实际铺色就好了 这款油画棒铺色是真地爽 然后把铺完的黑色里边露下的一些白点 乱七八糟了拿着个棉线什么的 给它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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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里面的白点都给它揉没了 我这里用的是油画布 所以它产生的白点会特别特别的多 大家用白纸的话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但这款油画棒它宣传就是说适合在油画布上画 可能会有特别的质感 我也信了 也确实是真的 他也看到最终的绘画效果了 确实是非常nice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在不同的题材上面进行绘画 这地方我带画树 这里树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油画棒比较粗 树是相对来说比较细的 你去画的时候要注意啥 那就是从下边往上提 以前的时候我画树都是从上往下画 而这里我是从下往上提的 这样就能把一些树的一些细丝 之类的那种状态给它画出来 画完树之后适当加一点绿色 注意只有月亮周围会有绿色的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光 没有光它自然是饱和度特别的低 自然是它的明度特别的低 就它周围的这些地方 会有一点点绿色的感觉 那它就把光的感觉给衬出来了 大家看我是不是一加了一点绿色 整个的这个光的范围呢 会更好了一点点 然后今天老师开始画这个小房子了 画到这个小房子的时候 我只能说大家比着呼噜就画个瓢吧 这个地方肯定是各凭本事 那我的本事到位了 所以我拿着很粗的油画棒 我照样把这个小房子画的还是挺可以的 至于各位呢 我只能说自求多福就好了 然后我们稍微把月亮边缘呢 给它修整一下 在它的边缘呢 再加上一点橘红色这里的颜色 把月亮的光源稍微表现一下 再在月亮里边呢 加上一点白色 你看现在月亮就开始亮了起来了 就像突然把开关打开了 之前呢是微光 现在是超亮 下面呢这些黄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池水里面倒映的月亮 然后池水里面有一些石头 很多同学呢 包括很多的老师 他自己在画这个倒映啊 画这些背景的时候 压根就不知道他自己在画的啥 你是比着葫芦画个瓢 那画这个瓢的这个同学呢 那可能就不知道真的他画的是个瓢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作为老师呀 或者其他的人 在去表达背景的时候 尽可能表达的稍微清楚一点 你概括你含糊 那你的学生我真不知道他到底继续怎么概括 继续怎么含糊 因为他就是因为画的不好 所以才需要你认真画 他画出来自然会概括的 因为他想表达的真实 想表达的细腻都表达的不到位 你再概括一下 再含糊一下 他只能更懵逼 下面这池水里面呢 我们在黄色的周围呀 加上一点褶石色呀 加上一点橘黄色呀 再加上一个石头 上面再加一个稍微亮一点的土黄色就好了 周围的一些地儿呢 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孤蓝色 让整个的这个颜色呢 有一种冷暖对比的感觉 别别是全都是黑色嘛 对吧 那整个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背景呢 也就处理完了 其实呢很简单 我画了两个小时我就画完了 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大家看啊 这款油画棒呢 真的是一画出来 就自带一些油油的感觉吧 起码在灯光照耀之下呢 它是有一种很油滑油滑的感觉 确实是有一种油画的感觉的 大家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这幅画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亮暗对比 大家知道把这个亮暗对比给把握好了 那这幅画基本都能画的不错 那剩下的呢 我觉得说多也无益 你想去学的话 想更详细的学的话 去找我的公开课吧 具体在哪儿我也不说了 能发公开课的地儿呢 我肯定是发了 不能发公开课的地儿呢 说了万一把这个视频给限制了 怎么办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基斯坦老师 基斯坦老师也是会很认真的 出一些教程啊 收费的也好 免费的也好 反正都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哦 感谢观看